大山脚无良雇主虐待女佣案 警方昨天扣留一名涉嫌对女佣 动出和施暴的60岁应议女雇主后 今天在严扣该名女雇主的两名孩子入查 这对分别39岁和36岁的兄妹 是第二度被警方严扣 大山脚推示庭批准警方的申请 已严扣两名嫌犯7天到本月21号 这起虐佣案本月10号被揭发 一名26岁的印尼女佣怀疑遭人虐待 还被罚和狗同睡 受害者隔天傍晚失血过多后 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在医院过世 另外在霹雳太平 这名年仅21岁的被告莫哈默阿明鲁 这个月2号下午涉嫌在太平丹文町的住家 虐待6个月大的亲生女儿致脑部溢血残死 被告今天被控顶住2001年 儿童法令第31支EA条文 不过她否认有罪 推示诺拉批准被告 以1万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定在3月21号过堂 曾经在工程部担任官员的赛夫阿兹曼 因为涉嫌收取4万2000令吉的汇款 伪造政府工程书 好让发展商顺利获得政府工程 今天被押上庭 被控抵触反贪汇法令 控状指赛夫阿兹曼是在2013年12月21号 犯下收贿罪行 不过她否认有罪 法官则定案件定在2月28号重新过堂 雪兰儿一名曾经在大马苏夏电器公司 担任总经理的拿都男子 涉嫌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欺诈公司 骗取超过50万令吉的运输津贴 今天面对多达93项指控 46岁的被告拿督山姆甘不认罪 至于另外5名年龄介于38到55岁的被告 因为涉嫌和山姆甘串谋欺诈公司 今天被控上庭 法官允许被告山姆甘 以9万3000令吉的保释金保外获胜 另外5人也获准支付保释金保外 法官则定3月23号进行案件成立 NTV7 曾华道 关门关门